繼續跟兒童的挑戰來新港鄉 來看李董這高樓 很多鄉頂都會送禮物給孩子 新港鄉頂不可以寫三合仔去時 也來到台東國社 參加模範李董的表演活動 加上現在天氣是很暖 鄉頂就很大心 特別送電風給所有的活動 希望他們可以過一個 清涼和快樂的李董做 明天就是今天上期待的李董做 新港台東國社辦理模範李董表演活動 新港鄉頂吻吻欽也親自出席 反正門禮模範李董代表 另外也正常正適合在夏天使用的禮物 給所有向來國社以外活動 讓大家可以過節的清涼和歡樂的李董做 明天是兒童節的前夕來表揚 各位小朋友 身上相公所也贈送 各位小朋友兒童節的禮物 就是一個小電風扇 讓大家吹個小涼 讓大家能夠在讀書比較熱的時候 能夠使用 讓小朋友輕心的去看書讀書這樣子 在參加大龍國小 看到蠻多的家長們 看到小朋友們來接受表揚 大家是蠻高興的 所以我們大龍國小這邊 新的校舍起來 感覺到相當的輕優 讓學生有學習更好的空間 利用兒童節這個機會 把有品性楷模 還有一些品質表現優秀的小朋友 來做一個表揚 那我們家長會呢 也跟著公所一起贈送禮物 給小朋友作為鼓勵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鄉公所 還有家長會對大同國小的小朋友的幫忙 鼓勵 三號小五 中間八點的時 發冷 發生七點二級的強烈地攤 新港友五級的聽到 接下來大大小小的地攤不斷 好後老四因的核心夠超長 而且把乾孤來保護頭殼 讓孩子都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之下 繼續進行李東北借慶住外動 大家欢迎收看订阅新疆彩虹报道